欢迎锁定今天的产区先知 在今天产区先知开始还是在看到豪宅的行情 豪宅行情一连串告诉大家 从北部 北部涂货每平三百万元 到中部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让利的动作 可是让到地板的话已经让不下去了 导致买盘更能缩手 现在问题来了 来看一下在高雄地区的豪宅 淡黄区的豪宅房市真的是暴冷 为什么 因为剩下产剩一字头 一字头的豪宅还算豪宅吗 包含在高雄的美术馆区真的是风光不在吗 美术馆区在哪里 美术馆区的话应该定义在高雄的农石肉特区的豪宅附近 透明画面你可以看到的话 这真的是一个豪宅部落聚集的地方 而且如果把高雄两个字给遮起来的话 包含坐拥万平的森林公园是不是很羡慕呢 附近还有美术馆紧离着捷运 甚至包含有汉神巨蛋百货等等这些商圈 有传统商圈有百货商圈 甚至于还有在整个国富技能馆附近 结果听起来是蛋黄当中的蛋黄 而且豪宅当中的豪宅 剩下一字头这还得料 因为这个时间里头的话 成交量已经萎缩到剩下一成之多 而且萎缩将近一成 结果缺乏大坪数豪宅来成交 也就是说缺乏一些比较指标性的题材 我们再看下去 刚刚所强调的重点都是属于比较热络的地方 结果反正热络的地方的话 整个今年前五月的总价超过三千万元的总价 所谓的豪宅 成交只有四十七户而已 热络区如此 如果更冷的地方的话 更偏的地方恐怕就更糟糕了 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说 从这个豪宅角度出发 北部中部到南部高重地区 根本就是一个往下杀 所以豪宅的价格部分 已经转向比较低总价的豪宅 会变成是一个负面的骨牌性效应 这一点就要特别特别留意了 另外一个焦点话题 在今天真的是一个惊爆的新闻线 真是命运纠葛吗 因为台积电跟联电 这两个对头难得共事性的投资 投资在哪里 就是在太阳能大厂的茂迪身上 结果竟然是惊爆了亏损 累计亏损将近是有半个资本额之多 茂迪惊传上了一个消息 但我们也知道说 太阳能族群的话 这几个片因为是比较暗淡一些些 惊爆大幅度亏损半个资本额 第二季减损8.23亿的亿股本 而且本业部分也亏损将近20亿元 加起28亿 对于54亿元的资本额来看的话 当然是资本额亏掉一大半 付得3.85块钱 董事长马上火速请辞了 但是请辞就能够扭转吗 这只是一个止血的动作而已 接下来看到 这个股价跌到剩下10块块钱之下 鸡蛋水胶股会不会持续继续的破底呢 我们再看下去有两个关键 第一个年龄的部分 就在今年7月份有23,498张的股票 全数认赔了 7月份认赔至少比现在价格还高 但是未来就不一定 我们第二个来看到台积电身上 台积电4月份处分了9,700张 但是它还有46,616张 这个问题如果跟进在年龄之后的话 台积电会不会跟着要出清持股呢 如果会的话恐怕压力就大了 但是剩下这个票面价格的股票 还需要再出清吗 这个要看台积的动作咯 我们再看下去 在今年的6月份关掉了涨金厂 影响将近有160名的员工 我们特别强调要小心倒闭潮出现 倒闭潮这个新闻因为你看到了 如果拉到大陆市场来看的话 更是二线或三线题材倒闭的 蒸发的你根本是不知道 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恐怕还是要特别小心 会不会变成是一个骨牌性的效应 这一点是提醒给大家的地方 马上是今天的采取限制 有点兴趣的 就会是二线题材料